我来自农村的普通家庭 父母在我15岁那年就离婚了 我是我妈养大的 从小我妈的辛苦我就一直看在眼里 我也发誓要永远的对我妈好 老公是我的大学同学 家境不错 有车有房 找到这样的家庭 我妈很欣慰 她说我终于不用再跟着她过苦日子了 我结婚的那天我妈哭了好久 我知道我结婚后 我妈一个人会有多么的孤单 我劝过她 劝她再重新找个伴 这样我不在的日子里 她也不会再孤单了 可是我妈却说 年龄大了 这些事也就不小了 婚后我能回娘家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之后 更不能那样的随心所欲了 虽然说我不用为了生活而有心 但是婆婆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 她觉得我来自单亲家庭 又是农村的 怎么能配得上她的儿子 但是那时因为我怀孕了 她看在我肚子与孩子的份上 也就没再反对过我们的婚事 可是在婚后 我没少受婆婆的白眼 家伙几乎吃我全包了 每天早上我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一个 就因为我想改变婆婆对我的印象 我不敢让我妈知道我的现状 只是一味地告诉她 公婆都对我很好 我妈听了之后也很高兴 我坐月子的时候 婆婆几乎没怎么伺候过我 也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孩 在她看来女孩都是配情货 我在家养尊处优 竟然连儿子都生不了 要让她干嘛来伺候我 那时候我妈来看过我几次 在她来之前 我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很精神 不想让我妈看到我现在的处境 因为那样我觉得我会对不起我妈 因为她会伤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在婆家的地位 却丝毫都没有改变 甚至说家务都像是我的工作 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委屈 但是为了女儿 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自己就受过单亲的苦 那种是一种别人没办法理解的 孤独与自卑 那天我想起来好长时间没有给我妈打电话了 不知道我妈最近生活的怎么样 于是我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可是一打去已经停机了 我立马帮我妈充了一百块钱的花费 过了一会儿截通之后 我急切地问我妈妈 你的手机怎么停机了 我刚帮你充好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妈说自己上班忙的 忘记充化费了 我没想到我跟我妈的电话 被婆婆听见了 她立马过来对我说 小雅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吃我家的又我家的 现在凭什么拿我儿子的钱 给你妈充化费 我很生气地说 妈 我给我妈不过是充了一百块钱的花费 很多吗 你看大姐每次回来 可都是给你买不少的东西呢 也没借你不要啊 婆婆听到我这样说 立马骂了起来 正好这时候老公回来了 她对老公说 看看你的好老婆 我不过是说了她几句 竟然跟我顶嘴 她拿着你的钱给她妈充化费 我说几句怎么了 说完就哭了起来 说我欺负她 老公一看见她妈哭了 跑过来就打了我一巴掌 也不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捂着脸很疼 可是心却更疼 这一巴掌又打碎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也说够了 我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婆家 可是老公说我敢走出门 就再也不要回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女儿我也带走了 谁知婆婆却不乐意了 说女儿是他们家的 不准我带走 我就笑了 你对女孙女是什么样子 真的我不知道啊 我女儿留在这里 还不知道要吃什么苦呢 我也不让步 对着婆婆就说道 法庭上见吧 到时看看是谁丢脸 说完我转身就离开了 只听见婆婆在身后 大声地哭着 嘴里却骂着我 这个家伙真的一刻 也不想再待了 女儿 我是不会放手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